陆总 我在来的路上收到消息 那个月城又火了 这个专属pose是小鱼的 要我拍照推他们产品 必须让他们去请小鱼 五千了 爸爸 才十八分钟我们都已经突破五千了 咱们是不是要走上人生巅峰 咱们是不是要火了 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你干什么 上次让光棺木整理了江苏丑与洛权的资料 让他们准备一下 可能会败上用场 你看 现在已经有三百七十八个买家要求退货了 可恶 这个盗版竟然比我们提前十二个小时上线 买家的盗版我们是山寨盗版打版货 有人指责说 您在大量打版其他品牌的产品及服装 与抄袭无异 请问您有什么回应吗 对于打版这个问题 可以说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三十二度内衣是你的作品 我知道 就算我不做二十四度内衣 也会有很多人做二十五度 二十六度 这就是游戏规则 所以 抄袭是你所认为的商业规则吗 学科妹 告诉公关部 可以发处处的黑料了 人家一个大总裁 怎么会看上她这么个小姑娘 不仅做的产品是假冒 没想到 连身份也是假冒 大家也不要太刻薄了 小姑娘爱做白日梦 正常 冒充CV这样的想法也是很大 小姑娘爱做白日梦 小姑娘爱做白日梦 我回来了 artist 我回来